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家里有黄瓜的,你以后就像我这样吃 做法简单,营养又好吃 首先取一根清洗干净的黄瓜 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加入一勺食用盐,一勺白砂糖 用块的搅拌均匀,放在一旁腌出水分 不宜花了功夫,就腌出了很多水 将腌出来的水分的黄瓜丝撞在手里,挤干水分 一定要把水分挤干了,方便下步操作 将挤干水分的黄瓜丝放在一旁备用 面盆里取300克普通面粉,加入5克食用盐 用一块的搅拌均匀后,倒入挤出来的黄瓜汁和面 一边倒入,一边快地搅拌成面絮状 黄瓜汁要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倒点清水 下手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简单地揉一揉 一直揉到面团光滑不沾手就可以了 再用刮板将面团均匀地分成三等份 将分好的面剂子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给盘子底部刷一点适用油,防止粘连 将揉好的面团放进盘子里 给面团表面刷点适用油,锁住水分,一定要给刷到了 盖上保鲜膜,松弛30分钟 面垫上撒一点干面粉 将松弛好的面团放在面垫上,擀成薄面饼 像这样推着擀大擀薄就可以了 给面饼的表面刷点适用油,防止粘连 将挤干水分的黄瓜丝铺在面饼上 用刮板在面饼上切一刀,然后像这样卷起来 卷成一个圆锥状 将所有的口封住,防止香料露出来 再压成饼状,放在一旁松弛10分钟 取出第一个面剂子,用擀面杖擀成薄面饼 擀成这样2毫米厚的薄饼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后刷点适用油 将擀好的生坯放进电饼趁中烙熟 给表面刷点适用油,锁住水分 这样烙出薄饼就不会发干发硬了 盖上盖子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要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后再烙一分钟 咱们今天的薄饼不能烙的时间太长了 等两面都烙好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烙出薄饼是非常的柔软,一点都不会发硬 等薄饼烙好后,咱们再炒点土豆丝 或者拌点凉菜 整的薄饼里咬一口真的是太满足了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滔饼每天都为大家分享不要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